我這個事情的真正原因現在也不知道啦 就是說叛軍為什麼會突然打 那有人認為是以色列 有人啊 那 一般不認為是美國啦 為什麼是以色列啦 就是 這個當然就有人說 以色列要 讓俄羅斯 這個 讓俄羅斯要多管一個地方啦 分心 那就在烏克蘭那邊可以 減緩壓力嘛 那這當然是 美國會有這樣子的 所以他幫他出手 他幫他出手啦 政治有時候是這樣 就我幫你出手 投桃報李 你會感謝我 是這樣 可是不一定要 好像是你指使 因為如果是你指使那就 那就比較嚴重一點 因為你又不在中東 那 以色列本來就跟阿塞德是長期對立的嘛 那這次令人意外的是 政府軍 就支離破碎啦 完全沒有戰力 結果在阿列坡的時候 不斷撤退 不就主要是阿列坡 阿列坡 阿列坡就是敘利亞政府軍根本沒怎麼打嘛 那結果俄軍被打死了150人 他就出不及方 因為他是第二線 政府軍是第一線啦 第一線就整個散掉了 第一線沒打第二線就遭殃了 對所以 俄羅斯是相當火大 那可是 沒有辦法又飛艇不可 可是 因為是以色列嘛 所以所有的中東國家都表態 就伊拉克啦 連燒掉阿拉伯都表態喔 所以我認為 基本上現在看起來是五五波 可是我認為應該守得住嘛 守得住 對 所以不會 發生一個重大的變局 因為俄羅斯也介入了 然後周邊國家也都介入了 所以 李奧塞德沒有理由落跑嘛 很難講 我就是最怕他落跑嘛 那目前他是 因為那個阿勒波在 在上面嘛 接下來是要打蛤蟆 蛤蟆已經打下來了吧 然後 反正距離大馬斯克還蠻遠的 還有段距離 所以有可能就是 打到這裡為止 我認為應該會反攻啦 會反攻 會不會再拿回來一點 對對對 應該會反攻啦 好另外這個北約的這個局勢喔 這個北約川普當選之後大家 最大的壓力就是川普對於 歐洲 就是 money talk 有錢 再說 沒錢就不用說 那北約的秘書長最近已經 告訴大家說 你們大家都趕快增加國防預算 因應川普時代的到來 那歐洲各國會乖乖聽話嗎 你叫川普先去處理加拿大吧 加拿大國防預算只有1% 他是最嚴重的 所以歐洲國家也不用急啦 還在後面 像比利時 他就出來罵川普 那 比利時是1.18 那人家有的很多都默默在做 目前是這樣 北約有33個國家 那目前到達GDP2% 大概已經有12個國家啦 還是源源 只有三分之一 那我認為川普在 大家沒有明顯增加之前喔 他不會與會啦 他不會參加的啦 那這個 歐洲自己玩 呂特當然知道 美國不來就沒人理我啦 你知道荷蘭首相算什麼 那歐洲就 即將走入各國玩自己的 這樣的局面啦 那呂特其實不是 講話都沒人理 尤其德國2月要改選 所以他也很難處理 法國剛 政府剛倒台 法國已經接近2% 法國已經接近2% 對 德國還沒有 那義大利也非常低 所以 北歐國家 波羅的海國家 還有東歐國家比較高啦 就距離俄羅斯 比較近 成正比啦 越近的就越高啦 就是這樣 那西班牙啦 義大利啦 越遠的就越低 他根本就覺得那跟我有屁關係啊 你去想一想 加拿大 只有一% 加拿大就認為 俄羅斯跟我有什麼關係 對啊 就這樣 所以他就搭便車嘛 所以我覺得 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北約可能就是 之前 所謂的腦死的 狀態快要發生了 我認為只要沒有拜登 沒有美國就是腦死了 就是腦死了 因為 你空有這個組織沒有用嘛 你要有軍隊 那你 歐洲沒有國防軍嘛 所以你能怎樣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 主要的部隊來當頭嘛 那就是美軍嘛 因為美國在很多國家有美軍基地嘛 所以他要調動比較容易 歐洲各國的軍隊的人都很少 比如說波蘭 波蘭算是最危險的國家了吧 波蘭也只有25萬嘛 那他最近怕了嘛 他要增加到50萬 25萬已經很多了耶 歐洲國家就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這個前兩年這個風風火火的這個北約要東擴 亞洲版的北約大北約小北約各種北約 這些議題在川普上任之後 全庭 一刻消失 全庭啊 只有石破帽 在胡思亂想 所以這真的是百年變局啊 胡思亂的國際政治的常識 跟賴清德差不多 他可能 也以為這個 彎島在第一島鏈 拜託那個坎佩爾 坎佩爾是公開反對 北約的亞太版 我不相信日本人不知道 因為這是很大的新聞 坎佩爾就直接說他美國反對 美國贊成的模式是 就是雙邊的共同防禦 多個雙邊 反對多邊 已經講到這裡了你還聽不懂 他們兩個可以結拜一下 所以我說啊這個 石破帽 結果他後來又 繼續講 這個北約的亞太版 我就覺得你已經有點莫名其妙 因為我早就知道美國反對了 那坎佩爾後來 跳出來講 他發現這些 領導人你不跟他講白話文他都聽沒有懂 所以都越講越白話 就很奇怪啊 他沒有私下管道嗎 那石破帽的國際政治的常識 也跟尹錫悦差不多啊 尹錫悦石破帽跟賴清德 三個人可以結拜一下 就是這樣啊 這相當離譜 我覺得安倍 岸田 都不會犯這種錯 岸田沒有講錯話 他雖然心 可是不會胡說八道 那 以前文在宇也沒那麼離譜 就這樣啊 普警惠也不會這樣啊 就是尹錫悦啊 亞洲領導人一代不如一代 訴職越來越差 蔡英文也不會犯這種錯啊 對不對 就是這樣嘛 好另外來看這個川普喔 川普真的快要上任喔 那現在 確定他的眾議院席次共和黨 也領先了民主黨 雖然不是太多好像五席 對 215 這樣也算是完全執政了嘛 參眾兩院都他的了 所以川普要做什麼 就可以做什麼了 理論上 而且眾議員更不敢跑票 川普一壓就死 所以不會跑票 乖乖聽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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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